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暂停 下一集0.2.59分直播 2.59分弹幕高清超清 720p 高清480p 标清270p 倍速0.5x 1.0x 1.25x 1.5x 2.0x 倍速播放 在这里 全屏 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 下一个即将播放 取消 广告广告 战报群届领导二路导门注就写 男组对手来源联系50% 75% 100vdob 0127 lhnbv4 播放模式Chromials 分辨率1920 x 1080 视频框高848 x 480燃量50% 视频协议 HTTPS CDNAPD 69C75E 376AF 909C EC 376E 7B A 2C LRF V SMTC DNS COM下载速度 缓写 缓写质量 真数错误码 版本号3.4.37 2018年8月28月10.05分04秒 播放流水机9CB 24511B 88CA 67122F 4728C 813BB 670201 本地日识点击下载 点击清除 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 战报群届领导二路导门注就写 男组对手 男组对手 外缘联机 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WINDOW DATA VIDEO ARR PUSHING HTTP ENWS GTIMG.COM NEWSLAP LS 050723232742640360600 Videos OC Type 1 FIT V0027L HNPV4 DATE视频 战报群届领导二路导门注就写男组对手 外缘联机 时长约2分59秒 特约记者存华报道 输掉与路导的亚冠八分之一决赛首回合比赛 全舰队没有时间 铁市山口 因为本周日晚中超 他们又将继续客场挑战苏宁 虽然上轮间难战胜归中横峰 稳住了下滑趋势 但鉴于北赛竞联赛一场惨烈的竞争形势 球队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必须要尽快上岸才行 中超专题亚冠专题 索萨表示全舰亚冠和林赛都不能放弃 从赛程来看 全舰队在9月18日 与陆导陆角进行次回合比赛前 还有两场联赛要期 分别是2日各场挑战苏宁和15日主场对阵一方 更为严峻的是 本周联赛结束后 中超将进入剑歇期 但全舰队仍无法以完整阵容备战 杨旭 赵世日 刘一鸣三民国奖要跟随国族前往西要打热胜赛 这对于全舰队而言并不是好消息 也正是因为身陷如此复杂的麻烦之中 外界也认为 全舰应该全力冲击亚冠 连赛可暂时放弃 不过对此 左萨坚定的急于否认 很不幸 我们这场架冠比赛之后的几场联赛都非常关键 而且我们也没有太多可以轮快的球员 所以在可能的情况下 我们会全力以赴打好每一场比赛 当然 面对一周双发且临续课场的现实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消耗 俱乐部方面也尽可能为球队创造更好的条件 同时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这次课场打完一路倒路脚的比赛 全舰队于一日从辞城赶赴东京 在那里进行两天训练 今天下午 全舰队乘机从东京飞往上海 随后在乘坐高铁前往南京 为中日的联赛做准备 值得一提的是 升入中超以来 全舰和苏宁共有次次交手 仅取得三平一副的战绩 唯一一场输球就是上赛季联赛客唱0比1小副 本赛季 全舰队中超与足鞋杯都与对数打平 不过足鞋杯在点球大战过后遭到淘汰 显然 对于全舰队而言 苏宁开成一大枯主 球队要想在这个刻 常打破不胜对手的魔咒 同样面临着极大的考验 不过令人伤感安慰的是 随着亚运会有二三国族提前被淘汰 刘一鸣火线回归 支援全舰 球队后防线稳定性提升了不少 与陆岛陆角一战 无论他个人表现 还是与老大道全静元的配合 都可圈可点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刘一鸣回归全线 要比黄紫昌回归苏宁意义更大 本场比赛他继续手发几乎没有悬念